当年香港的四大天王刘德华、张学友、郭富城黎明四人风靡了全国,曾是一些80后少女们心目中的偶像。 有人说四大天王靠的是唱歌法的家,但是后来慢慢他们也都开始做了不同的工作,拍戏演电影。 对于四大天王来说,刘德华一直红到现在,而张学友也获得了一个歌神的称号。 郭富城这几年也接连拿下了影帝的称号,唯独没有任何进展的就属黎明了。 很多人说他现在最落魄的天王了,也有人会质疑他当年为什么能挤进四大天王当中呢? 其实当年最火的就属黎明了。 对于唱歌来说,张学友和刘德华的歌大家传唱的比较多,但是在90年代,黎明也曾经拿下四届十大竞歌奖,和张学友一样拿下了四届竞歌奖。 而对于跳舞来说,四大天王当中郭富城称为第一了,而黎明则是称为第二。 在演技方面来说,黎明的演技也并不差,当年黎明也是最早拿下影帝的人。 为什么在演艺圈能继续发展下去的黎明没有了音讯了呢? 为什么说黎明是最落魄的人呢?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淡出了娱乐圈,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消息。 其实黎明推出娱乐圈主要是专心搞公益事业去了,因为他对于唱歌和跳舞演戏都是自己的业余爱好而已。 他曾多次被评为慈善家,其实黎明很早就已经自己开公司了,要不然哪里来的钱去做公益呢? 其实现在来讲呢,四大天王里面最有钱的就应该属黎明了。 归根结底来讲黎明是闷声发大财的人,表面落魄,即使最风光的还是他王。 不用抛头露面就可以享受自己美好的生活。